现在想好好说说自己的真实念佛念观世音的成果 如果有一字虚假 弟子愿多地狱无有初期 去年2011年8月份 当时痛苦预决到了极点 两个原因 一是买房买不起 二是工作中总有被人挤掉的风险和极度焦虑 有以前发的帖子为证当时痛苦欲绝 父母不理解不支持 媳妇这边天天吵 父母拿我们当外人 非常痛苦 当时真的差点要自杀了 幸亏有师兄留言鼓励多念观世音 我前几个月专念观世音 最近专念那摩阿弥陀佛 现在知道 选定一个不变其实效果最好了 总的来说 这八个月中我做了三件事 一是每天坚持念佛二小时 一万声 大部分能够完成 但是念佛时做到没有妄念很难 总是妄念纷飞 我一般坐地铁时念 在工作和家里一般不方便 二是持见 尤其是断除了邪淫 之前我的邪淫非常非常厉害 现在没有了 仨也是很少发生了 三是不失 我每个月至少不失一两千块钱 有的是给东陵寺大佛 有的是捐款河北的佛教慈善网 他们会捐款患病儿童 有的是捐给四月印经 这个我还是比较大方 有一次给白血病的孩子一下子捐了五千 这三件事情都不难 都是一个学佛人基本的任务 现在说说自己的真实感应 第一 对佛教有了更深的感情和领悟 深信净土法门 自己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好 很少焦虑和吵架了 第二 逼迫自杀的两个问题竟然神奇地解决了 而且自己开始获得了大批财富 现实突然跳槽成功 工资涨了一半 而且人际关系和工作压力非常轻松 兼职就是天堂一般的工作享受 再没有了被排挤掉的竞争压力 然后是房子上 倒腾了一些买到了一所房子 中途需要很多困难都神奇地解决了 而且可能还会买第二套 自己的财富直线上升 这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 第三 事事顺利 之前身体在焦虑中很坏 现在面色红韧 人际关系良好 身身体味道了学佛的富足和安详 深信阿弥陀佛 深信念佛法门能够救赎我们出离苦海 这是我吐血推荐给大家的 没有半句谎话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